你知道SKS背后的故事吗?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,我是雪龙 收到小伙伴的私信,这些们就来聊一下SKS背后的故事 SKS在游戏中是一把连鞠 现实原型为西姆诺夫自动装填卡冰枪 最早来源于二战时期 是由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谢尔盖·加里夫·罗维奇于1946年生产之作 此枪属于半自动步枪 枪械的结构简单,所以市场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而在游戏中的SKS伤害很低 别看他装的是7.62子弹,其实单发伤害只有53点 并且还有射速慢,子弹发射慢的缺点 但是整体来说实用性还是可以的 秒一个人也就需要4枪左右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配件需求较多 并且还很依赖配件 缺少配件的SKS可以说是很难操控 SKS背后的故事小伙伴们都知道了吗 好了,那么这期的精小课堂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可以想听听哪些武器的故事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雪龙哟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,拜拜